大家好,我是张道英 有人问我为什么不去那个什么院起诉 我告诉你们嘛 2018年5月份的时候我是去起诉过的 最后没有办法按厕所处理了 你们说嘛 我家和陈华新是不是属于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本来是转到我们简阳石桥的 因为我家是属于石桥的嘛 隔了两天我在网上一查 又转到简阳羊马被申请的住所地 被申请人就是陈华新嘛 陈华新又哪里是简阳羊马的人嘛 我咨询过那个什么施的 说过我家的事情不是属于农村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是属于庆权 我要求改诉状 没有人理我 最后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按厕所处理了 连我交了900块钱一分都没有退我的 你们看嘛证据 我家的户口本 我家的低保本 我父亲张德里集体土力建设用力使用证94.6个平方的 就是当年我家买陈华新房子变更的证据 还有我们当地村民给我签了字作证 有人说那个陈华新到底有多大的本事 你们想嘛 他全家户口签走20多年了 已经不是减了人了 2017年看到我们简阳发展了 迟早要拆迁 陈华新赶在我家没人的情况下 去把我们的房子推了 包括我们家里所有的财产全给我们毁了 霸占了我家的择一地修建摆放 这是谁统一吗 谁搞的鬼吗 我家是土生土生属于那里的人 不只是房子被陈华新推了 财产被陈华新毁了 择一地被陈华新霸占了 连我家一付的确权资料都给我们搞来没有了 你们说嘛 谁搞的嘛 这些事 这些事